学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ISD的课堂上 今天MISD主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中学的Geography Farm 1的第五课 今天如果是Farm 1的学生,赶快看我的影片 因为老师今天要教你们最简单的方式 去记得我们的Bub 5 老师今天会用Mind Map 看到你们都知道了 我们要用Mind Map的方式教你们如何快速去记得 或者是快速去温习整个Bub 5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Bub 5主要讲的是地球 Booming 今天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第一个 地球是由第一个我们今天要学的System Physical Booming 地球由四大元素组成的 我们讲的四大元素 是我们的 第一个Emmosphysra 我们的空气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Hydrophysra 我们的水元素 第三个就到了我们的Lithophysra 也就是我们的土元素 最后一个是Biophysra Biophysra也是我们的生物 我们的人啊动物啊 之物啊这些 第一个我们已经认识完了地球的元素 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就是地球的结构 我们叫做Structural Booming 地球的结构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它主要有三层东西 主要它有三层东西 第一层我们叫做Kerabumi Kerabumi也就是我们华语教的地壳 地壳是什么 地壳是整个地球里面最坚硬的一个 最外层的一个 为什么它是最外层的 因为它很坚硬它可以做什么 保护地球 第二层就到了我们的Mantel Mantel就是我们的地慢 今天我们的地慢非常地特别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的地慢里面有两层东西 两层你要记得 这两层东西里面 所以外面这一层也就是最靠近地慢的这一层 是水水的 就是有没有看过人家 水的东西liquid的 是不是 所以再来第二层 为什么讲特别 因为第二层不是水的 No 第二层也是水 第二层是固体来的 是solid的 就是硬硬的 所以今天它是有水的这一层 保护那个很硬的部分 然后你去讲 不是应该有外层 不是应该有硬硬的外层 保护水的 这个就是Mantel最特别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它恰恰相反 所以这个你们要记得 第二层是我们的Mantel 第三层就到了我们的Teras Bumi Teras Bumi是我们的最里面的 我们讲的核心 地核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是因为 地核里面主要也是分成一个 外核跟一个内核 Teras Bumi Teras Bumi 跟Teras Dalam 一个叫外核 一个叫内核 也是有两层的意思 今天这个就是地球的结构 一层一层看 我们是 OK 非常好 再来 第三个我们要认识到的 关于到地球的东西 就是Lokasi OK 就是到Lokasi 什么Lokasi呢 今天地球有什么 有陆地 有陆地 还有我们的海洋 对了 非常好 今天这些Lokasi 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了我们的陆地 Bernois OK 还有我们的什么 还有我们的Lautan 我们的Laut 跟Selad OK Lautan是海洋 Lautan是海 OK 这样Selad就是我们的海峡 OK 海洋是比较大的海 OK 海洋是比较大的海 海呢 就是普通海洞 就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OK 这样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海洋 OK 所以有海洋跟陆地的差别 这个什么是Selad呢 Selad我们叫做海峡 有听过马六甲海峡吗 OK 就是陆地跟陆地之间的 那一片海域 我们就叫做海峡 OK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就有海峡了 OK 所以今天最后一个 认识完这Lokasi以后 OK 这样今天最后一个 就带来我们的科山了 OK 科山是这样子的今天 科山里面Bumi有提到的科山 主要我们会有认识到的是 如果今天我们的地壳 还记得吗 刚刚ShopterBumi 这边有跟你们分享过的地壳 OK 就是最外层这一壳 OK 这一个这一层 如果今天我们的地壳移动了 那怎么办 OK 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OK 这有境界会造成的后果 第一个当地壳移动以后 第一个后果是我们讲的 Hanyutan Bernat 也就是讲我们讲的 会变成一块一块地出来 OK 你就会讲到是什么叫一块一块地 OK 来一块一块地的意思是 你看 我们现在的地区 是不是有很多 一块这边一块陆地 这边一块陆地 这边一块陆地 分散了的 OK 以前是粘在一起的 你们知道吗 因为地壳的移动变成他们分开了 这样子就叫做一块一块一块陆地 OK 所以不同的陆地 分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国家 对了 OK 这是第一个 Hanyutan Bernat OK 把它们分开来陆地 再来第二个 我们叫做 Gunong Lipat 我们叫做 Gunong Lipat 什么是Gunong Lipat 非常简单 OK 就是你们看到的山 OK Gunong Lipat 就是看到你们的山 你们看到的山 那点什么是Gunong 是怎么叫Gunong Lipat 为什么不可以叫Gunong OK 这是因为因为地壳移动 地壳不是会动的 因为它移动过后 它推到那个土地 原本是平的 它推那个土地就慢慢折了 这样子 它就变成一个山了 很神奇哦 所以它叫做Gunong Lipat 如果你们马来文还记得 我们叫做折起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土地折了 它就变成一个山了 OK 所以再来下一个 就到了Gunong Bonkak OK Gunong Bonkak 这些OK Gunong Bonkak 这个的话我们叫做 悬崖 你看到吗 上面这边是山 下面这边就是海了 噢没有陆地走了 这个我们叫做悬崖 OK 所以这个叫做 Bunong Bonkak OK 这个叫悬崖 记得吗 所以最后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有讲到的是 Gunong Bonkak Gunong Bonkak Gunong Bonkak 这边讲两个Gunong 老师 这么一个Gunong Bonkak 来Gunong Bonkak 是什么 这个是关系了海洋的 什么海洋 今天我们讲的海啸 我们讲的海啸 就是那个大浪 盖过整个屋子 冲动那些人的 很大的灾难 海啸 Gunong Bonkak 你们要记得 你们考试记得 要不要写到 Tsunami 老师 这样我写Tsunami 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但是Gunong Bonkak 就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 今天Gunong Bonkak 我们要把它学起来先 你们要记得 Gunong Bonkak 就是海啸 关系到海的 因为海也是有地上的 你们记得吗 老师有跟你们讲过 在课堂上 海底下也是有 海底下也是有地上的 所以当地上移动 那个地壳移动 就会形成海啸 最后一个 The last one 就是我们的Gunong Bonkak Gunong Bonkak 也就是我们的火山 你们看字面 是阿比阿比火山 这个火山 就是你们每次讲的 我会碰那个 它会碰那个熔酱出来 老师 而且这个火山 至今为止 其实都还是有的 它只是不常发生 因为这个毕竟是灾难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就是火山 所以今天地壳的移动 就会造成这五种 后果 第一个变成 周变成分开 那个地 陆地分开 第二个形成山 第三个有悬崖 第四个 Gunong Bonkak 跟第五个 Gunong Bonkak OK 所以今天这边 老师就跟你们 复习完了 有问题 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给老师知道 OK 拜拜 拜拜